高通全球裁员中国区重组 双重压力之下的必然选择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观察者网9月22号文章 高通考虑在中国进行调整 作为全球裁员计划的一部分 从标题上看 怎么解读 关键点在两件事 同时发生 这两件事 头一个是全球裁员 第二个是中国区重组 因为它符合高通现在的态势 头一个呢 讲讲全球裁员这个事 这个事呢 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实它跟华为的回归呢 关系也不是很大 其他的芯片大厂 在2023年对整个行业 都不是很景气 也就是说整个西方的芯片行业 2023年都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 这个里边有很多原因 今天呢 咱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呢 高通的第二季度 营收同比下降 23% 净利润同比下降52% 而第一季度 这两项均为下降17%和41% 也就是说高通的全年利润是呈下降趋势的 这样一种情况 裁员它变成了一种必然 为什么说是这个样子呢 这里边有几个原因啊 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 其实呢 这个消费观的萌芽 就这个新的消费观 这种这种想法 在疫情之前呢 就开始了 但是呢 因为疫情 它加速了它的进程 比如说现在在西方啊 在美国 在加拿大 在英国 在欧洲 这些地方 谁还记得智能手机刚刚问世的时候 刚刚出来的时候 这种年轻人 这个整个社会购买的这种热潮 这种热度 就像购买一种新的电子奢侈品一样 就说我拿到了一个新的手机 然后我有了这种 就是说在在在世上 我有这个面了 就这么个东西 但是如今呢 无论是手机终端 还是PC终端 能用就行 因为人们的消费观变了 不需要那么酷了 不需要那么多种功能了 很多功能 它用不了 没意思 在人们眼里 这个东西是浪费钱 这个手机 我可以用就行 之前 我一年换一个手机 现在不得了 现在不得了 我三年换一个手机 我五年换一个手机 无所谓 关键点在这一块呢 包括这个电脑 之前呢 我三个月六个月 我可能换一个电脑 换一个平板 之后呢 现在是什么 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换一个电脑 这就是关键点 关键点是 人们的消费观变了 在美国 在加拿大 在英国 破天荒的年轻人 开始存钱了 你想过没有 这种情况导致的是什么呢 无论是PC终端 还是手机终端 还是平板终端 在全球市场上 尤其是在西方 大幅度的缩水和下降 这个是事实 第二点是啥呢 由于西方的这个通胀的影响 这个通胀影响太大了 它影响到了 就是普通消费者的这个消费能力 就之前我挣的钱 比如说一个月 我挣3000加元 一个月挣3000加元 是可以说是比较 比较充足的 但是现在由于这个通胀 一个月3000块钱 基本上都是月光族 搞不好还得刷爆一下信用卡 这个是事实啊 这不是闹着玩的 之前100块钱 我在超级市场可以买很多东西 现在我在超级市场买两袋东西拎着 就就已经不错了 这是事实啊 这个东西导致什么 消费整体水平的下降了 有一些东西不需要了 有些东西不需要了 我不去买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个老手机 老手机我不需再换了 为什么不需再换了 因为我没有那个必要 我剩下这个钱我得吃饭啊 我剩下钱不能说我拿手机 手机又不能当饭吃 跟这个东西跟PC跟平板 这东西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关键消费水平下降了 第三这个趋势 这个趋势是更严重的 就是啥呢 疫情对于西方来说 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这个破坏是根深蒂固的 这个破坏很有可能 这种隐形的破坏 在西方有可能九年十年二十年 可能一代人他都缓不过来 这个是事实 疫情对中国的这个影响呢 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没有对西方影响的这么大 这个是关键 对中国的影响的可能是家家户户 这钱可能少了点 然后呢 以前呢可能说我们可以去消费 我们可以到国外去旅游 现在不行了 去不了了 只能到国内去旅游 这是可以的 但是在西方很多的家庭 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 permanent damage 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这种永久性的伤害 可能有一代人 用二十年才能缓过来 虽然政府说是发钱了 是发钱了 杯水车薪不够用啊 你想要在美国 你想要在美国 疫情之后马上房租开始往上涨 马上食品价格是往上涨 然后呢 政府给每家每户 每个人两千块钱的支票 两千块钱够吗 它不够啊 这个东西的不够 它发钱是没有用的 发钱是没有用的 而且关键点在哪呢 因为这些影响 因为这些影响 很多地方都停摆了 停摆了之后的结果是是 很多工人没有工作 他没有工作 等到回来的时候 工作已经没有了 这是事实 然后他的工作被人替换掉了 这个是事实 本来一些老年人 可以说工作到60岁70岁 然后退休 现在因为疫情 他六六不到60 他必须要退休 这个东西是事实啊 这是美国 加拿大正在面临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他这个消费 他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在西方多重叠加效应 首先呢 消费关变了 第二因为通胀 第三是因为疫情的永久性 这种伤害 他使得这种 他这个 他这个效应使得什么 在一些不需要的产品方面呢 能减少就减少 这是关键的节点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高通在第二季度 手机处理器 就是soc的营收 同比下降25% 展望第三季度 可能会继续同比下降 22%到29% 同时呢 在全球手机处理器市场 media tech 就是联发科 占30% 高通下滑了 三个百分点 占29% 这说明什么问题 在全球市场萎缩的情况下 在全球消费观改变的情况下 他这里边问题是啥 消费水平 他要求呢 整体下降的条件下 性价比高的往往会胜出 在这个里边 联发科 他的性价比是比较高通要高的 为什么 因为联发科能用 联发科的便宜 这个其实他不是一个个例 这个不是他一个个案 其实美国现在 比如说美国现在最火的一个消费软件 最火的一个卖东西的软件 是什么叫 Timmy Timmy为什么这么火 这就是有很多假名牌 为什么年轻人开始买假名牌 就比如说 我之前 比如说20年前 在我家后院 后院有个小市场 小市场有一个卢伊威登包 10人民币一个 我买了揣兜里 现在美国人 加拿大人开始干这个事 为什么 为什么 一是消费水平下降 这是一个的 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啥呢 这个名牌这东西没有用啊 我只想要这个牌子的名字 这个东西便宜 皮适耐用就可以 管他在哪生产的 其实大部分在福建的莆田 和浙江的义乌嘛 但是无所谓 他有名牌啊 名牌给了我奢侈品中 我感觉啊 然后呢 他便宜皮是能用就可以 手机PC平板都一样啊 都是这么一回事啊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高通的产品 已经不适应于市场环境了 这个东西他必须改 降低成本的最优解 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裁员 这个是他所面临的问题 这是他第一层压力 就是消费水平的改变 然后呢 疫情呢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加上什么呢 加上竞争环境的改变 这是高通的第一层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 他在全球裁员 他全球裁员 比如说以色列的裁协 台湾地区的裁协 比如韩国日版 他可能会裁一些 北美的裁协 这个是高通就要做的 什么是第二重压力呢 第二重压力 这个里边 我就得聊一聊华为了 我聊到华为 不是华为的回归 而是华为的效应 华为的回归 是华为的胜利 但是华为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胜利 中国芯片 全产业链的胜利 那有人说中国的芯片 可以白菜化 白菜化不是把他们全打 全干掉了吗 是 中国芯片是白菜化 但这个里边有一个东西 叫华为手机效应 今天呢 得给大家讲一讲 因为在这个效应的驱动下 高通在强大的中国人民 凝聚力的面前 它是打不过中国人民的 为什么 这个里边的东西非常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这个为什么说 华为仅仅是一个开始呢 因为现在高通的第四季度 手机SoC肯定会有影响 被这个Mate60 Pro三款手机 肯定会 因为它有影响 而且影响还不小 现在的芯片行业 在全球是这个样子的 芯片行业在全球 尤其是涉及到西方的企业 台积电 高通 苹果 这类的 它是西洋产业 为什么说是西洋产业呢 因为首先 这个摩尔定律 马上要 要见底了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点什么呢 三纳米五纳米的市场占有率 只占1%啊 你靠着这个东西赚利润 是不可能赚到更多的利润的 这是关键 因为消费官变了的情况下 这个东西你赚利润的困难度 就陡然提升了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虽然全球 对于西方来说 美国 它这个东西西洋产业 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 美国你想让芯片芯片知道要回来 说句宝听的话 这是赔本的买卖 美国是一败涂地 最后就这个下场 为什么你把西洋产业搬回美国 你这是扯淡 你这是扯淡 美国一点胜算都没有 全球它是西洋产业 但是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变化 中国是什么呢 由于它的产业升级和美国的制裁 产业升级加制裁 使得芯片这个行业在中国是一个朝阳行业 而且仅仅限于中国本土的公司啊 这个东西大家要明白 芯片这个东西在全球 对于西方来说 它是一个西洋产业 包括台阶电 包括三星 但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条件下 产业升级加上美国的制裁 导致它这个芯片行业 仅仅限于中国公司啊 仅仅限于中国公司 它是个朝阳行业 也就是说什么呢 它这个里边来自中国的压力是什么 中国的替代是建立在西方或者美国市场份额的基础上的 这个东西就是我管的叫华为效应 什么叫华为效应呢 这个如果大家不明白 我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苹果手机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东西呢 在中国组装 它说它在中国生产 是 但是它在中国组装 是给中国的一些年轻人 给中国的这些乡下人 或者给中国的一些就是中下层的人呢 创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 这是事实 这咱必须要承认 但是呢 中国在苹果的产业链当中 能赚取的利润 只有8.3% 不到10% 这是事实 也就是说呢 中国在苹果的产业链上 是西方的打工仔 它这个东西跟当年几亿件衬衫 换一架飞机 没什么两样 但是华为手机可就不一样了 华为手机也是跟苹果一样 都在中国生产 华为产业链跟苹果产业链是竞争关系 但是华为手机 它这个赚取 中国赚取的利润是多少呢 90%以上 以后如果全部就是说 全部的国产化了 那就是百分之百 或者接近百分之百 这是事实 苹果的产业链 中国赚多少 百分之八点三 华为产业链中国赚多少 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一百 这个是事实 那为什么说这是华为效应呢 因为你每卖出去一部华为手机 或者国产产业链组装上的手机 就可以替代一部由西方产业链上的手机 比如说苹果 比如说小米 比如说OPPO 比如说三星 这个是事实 这个是事实 这就是华为效应 等于什么呢 买华为不是爱国 爱国太简单了 你知道吧 买华为是什么 支持全产业链 支持本土企业 把利润留在中国人这块啊 这个是爱国吗 这个是个本能的选择呀 对不对 难道这个东西 不是对高通这样的企业压力吗 那很显然对高通企业这样压力吗 比如说高通 2022年到2023年 华为从高通这块 买了6500万颗手机SOC 应该是骁龙 八斤一八斤二 这类的东西 但是麒麟 9000S量产后 这些订单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对高通的一种冲击吗 那高通会不会在中国裁员呢 他不会 为什么不会在中国裁员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什么 风险太大了 因为这个风险涉及到一个东西 叫人才的流失 比如说我是高通的员工 我在高通上海上班 假设啊 这个人在高通上海上班 怎么办呢 我要被裁了 情况下怎么办 我跑到国内的国内的产业链 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这个东西才是风险的 为什么才是风险呢 因为我们知道 高通跟英特尔的竞争是什么 是体系内竞争 是体系内竞争 都是西方这个体系下的 高通跟英特尔竞争 是体系内竞争 高通利润下降 英特尔利润下降 裁员了 这个人可能 可能今天在 在在芯片厂搞设计的 明天可能开Uber去了 但是高通跟华为的竞争 可就不一样了 高通跟华为竞争是啥呀 体系间竞争 两套不同的体系在竞争的 只不过他们有代表 西方的代表是高通 中国的代表是华为 这个里边要顾及一个东西 就是注重的人才 高通才下来的人才 很有可能明天就变成华为的了 这不是闹着玩的 你别忘了 高通这边是西洋产业 让它下降 中国这边因为特殊的原因 它在上升 中国这边有机会啊 两个体系之间的好了 你这边体系 你裁了一个 那我正好把这个人才拿走了 这就是为什么 华为老总任正非说什么 说这我们要注重人才 存人才 不要存美元 关键点在这儿呢 体系竞争需要人才 体系竞争要的不是美元啊 这是事实 第二是什么呢 对于高通来说呢 中国市场最大 利润占有率最高 坚决不能放弃 如果放弃了中国市场 等于灭亡 这是事实 对不对 这个也是事实 所以中国区 它不能裁员 它怎么办 它要重组 重新布局 为什么重新布局呢 因为中国跟其他世界地方 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 其他地方虽然消费观改变了 消费观改变了 真就改变了 可能消费真就萎缩了 中国这边不一样啊 中国这边手机 占了一大块 对不对 手机你可以下降 但是中国还有电动车呢 中国的电动车产业链占全权70%多 你闹着玩的 你这是 这是刚刚开始啊 所以高通下一步干嘛 转战车规级芯片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车 电动车大厂 比如说比亚迪 他们用的是高通的芯片 用的是高通的处理器 这个是事实 对吧 所以呢 在中国区高通 肯定不是撤退 也不是裁员 而是重组或者转进啊 转进这个词我们可以用 所以未来我们可看到啊 未来几个月我们可以会看到 高通在手机SoC这块 要跟中国这块 尤其是华为打一次价格战 为什么要打价格战呢 保住市场 保住利润 第二个呢 他要转战车规级芯片 抓住中国大厂不放 深度合作 保证呢 这里边这里边有一个前提 是保证美国不制裁 如果美国像加哥 那卢哥这样的人说 我要制裁比亚迪 这对高通来说是灭顶之灾 为什么 那比亚迪完全可以自己替换 完全可以说替换华为的 这个就是很很可观的一件事了 但是咱这么说啊 前景对于高通来说 面临着双重压力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压力 非常非常的不乐观 为什么不乐观 我刚才说这个东西 中国的完全的产业链 华为手机的效应 什么叫华为手机的效应呢 以后买多买一部华为手机 多买一部中国产业链上 生产出来的产品 多买一部比亚迪的汽车 等于什么 等于支持了中国的产业链 把利润留在中国 这个对所有人 对所有中国人来说 都是一种诱惑 为什么是一种诱惑 你钱留到别的地方 不如说钱在我的腰包里 就这么直接 这东西就这么直接 对不对 你利润占了90% 跟利润占了10% 哪个我想要 我肯定要90% 因为我是一个正常人 我是一个理性的人 这个东西都涉及不到爱国这块 你知道吧 这个东西涉及不到这块 我把利润留在这块 是一个理性的行为 这个东西是西方比不了的 西方比不了这个东西 因为在诱惑面前 这个东西才是实际的嘛 对不对 再加上中国的全产业链 全产业链把它白菜化 然后同时可以打掉西方这些大厂 那这是另外一个事 这是另外一个事了 所以呢 这个有点像啥呢 我跟你说 这有点像当年的红军 当年的红军 为什么有那么吸引力 尤其是对这些穷苦的老苦大众 为什么有那么吸引力 首先一个 他们的口号 革命胜利了 革命胜利了等于什么 等于翻身 我可以过好日子了 这头一个 第二是什么呢 红军是有文化的 可以学文化 学文化 我可以成为人 在那个年代 地主 土豪猎身 那毕竟是绝少数 对不对 绝对的少数 如今 谁是土豪猎身 高通跟苹果呀 高通跟苹果 土豪猎身 那然后一并的中国企业 要翻身呢 中国人要过好日子 要翻身呢 所以要把这两个 这几个大的土豪猎身 给干掉了 那华为是什么 华为是红色资本家呀 土豪猎身 最恨的就是红色资本家 有能力 有财力 还有觉悟 这样的企业 土豪猎身 是最恨到骨头骨髓里呀 这是 为什么西方 要把华为打掉 关键点在这呢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中国的产业链起来了 中国的产业链 产出来的产品 利润占有率很高 然后中国人 选择了中国的产业链 这个他变成了一种循环 当这个变成了一种循环 而且仅仅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对于高通来说 噩梦也才刚刚开始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小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见过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